好,我们说了,ReadyC是一个low circle的数据库,非关系型数据库 它是非关系型数据库里面KV形式的数据库,建制段数据库 它叫KV数据库,key value对吧,key value,建制段数据库 好,然后我们稍后给大家说了,非关系型的数据库里面有什么文档数据库 好,然后有建制段的,有列足数据库,还有什么图数据库 这个东西你不知道也别好紧,你什么时候用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文档数据库 你用上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图数据库了 好,我们上午其实已经感受了一下了,你看ReadyC里面放东西放的是建制段对吧 是不是咱们用的字典很像啊 好,它是KV形式的建制段形式的数据库 好,然后它的东西全放了一纯里面的 全放了一纯,所以性能好 性能好,读写性能非常的优异 而且你看哈,它是,它没有用多线程 也没有用多进程 但它为什么做,它能够支持你很大的并发 一秒钟几万个读写都没有问题呢 它用的叫单线程加一部IO的工作模式 单线程加一部IO 好,一部IO什么意思呢 好,一部IO就是,你看这个它只起了一个线程 也就意味着在单位时间里面在同一个时刻 它是不是只能处理一个请求啊 但它把这个请求接纳进来之后 它马上会起一套IO,起一个IO操作 然后去处理这个请求 然后马上就去接入第二个请求 因为它可以起很多个IO 相当于它的IO操作是并发的,知道吗 它的IO操作是有很多个IO在同时进行 这种叫多路IO附用 就是我背后有很多个IO操作在同时 相当于在同时进行 叫多路IO附用 就是输入输出有很多 很多条输入输出的通道啊 我这有很多个输入输出的通道 这跟什么一样呢 你看,如果这个马路我修成 一个车道 这个时候是不是吞这个马路的 这个路的吞土量就不行了 哪几个车就堵了,对吧 但我修成16车道的 是不是就牛逼了,对吧 好,所以它就相当于这种工作模式 它就这样的一种工作模式 它有多路IO 你一个请求我接进来 虽然我是单线程 但我把你请求弄进来之后 马上给起个IO 来单独处理你这个东西 相当于后面有多路IO并存 有多路 它这个叫多路IO附用 所以它的性能会特别好 你看,我们后面要给大家讲 讲Python里面的外部框架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框架 它的名字叫Torado 它不是Python里面最 最重要,用的最多的框架 但是它却是能够支持了并发数 能够支持高并发 能够支持万级并发的一个框架 它用的也是单线程加EBio的工作模式 好,然后你看 我们之前讲过一个东西叫LodeGS 我们搭博客那个 LodeGS 这个东西写的服务器 性能也非常的好 性能也非常好 好,它为什么性能好呢 也是单线程加EBio 咱们的Ready是为什么性能好的 也是单线程加EBio的工作模式 因为其实咱们有很多应用 将来你做的应用 我们可以大致把它分为 一种叫计算 计算密集型应用 还有一类叫Io密集型应用 知道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吗 计算密集型就是说 这个里面涉及到大量的运算 比如说我从气象卫星 收集了一堆数据 我射电望远镜 收集了回来一堆数据 我哗啦哗啦把这堆数据处理出来 那个主要是靠计算 这个运算的那一堆吧 你要去挖矿对吧 挖矿 那个就是计算 计算密集型应用对吧 你要去挖各种的币 那是计算密集型应用 需要需要大量的运算 所以你看 有人不是说了吗 说那种数字货币 像比特币那种 以太坊那种 他说数字货币没有价值 其实数字货币跟纸币比 它比纸币有价值多了 对吧 那纸币才是没价值的东西 数字货币为什么有价值呢 你在运算出这个数字货币的时候 你是消耗了大量的 你是用了电的对吧 你消耗了大量的运算 对吧 你做大量运算给它算出来的 这里面包含了算力 还包含了权益在里面 所以它上次有价值的 它有价值的 好 当然 大家都 当然普遍 搞这个普遍任务 这个东西可以对冲黄金的 对吧 所以 这种有价值 你可以认为它是有价值的 所以这种 就肯定属于计算密集型任务 就像你挖矿 你挖挖挖什么 挖什么数字货币 那种你拿个 你射电网线 你弄回数据了 你要做处理 对吧 你看气象卫星发回数据 你要做处理 好 你要做科学运算 那肯定是计算密集型任务 然后还有一类 就属于IO密集型 其实今天咱们做的网站 做的服务器后台 更多的时候不是去做运算 而是要把东西给到 我请求你要把东西给我 对吧 更多的时候都是一个IO操作 就是输入输出的操作 所以我们将来接触的很多应用 都属于IO密集型应用 IO密集型应用 好 这种应用 其实不是说你起多线程 多进程 它就多牛逼了 好 像这种应用 如果是计算密集型 你最好能够发挥多核特性 发挥CPU的多核特性 把CPU的运算能力 全部都调动起来 这个时候应该使用多进程 应该用多进程 当然你也可以在进程面 再开线程 你可以用多进程 加多线程 这个没有毛病 而对于这种IO密集型 任务 其实最好的方式 其实多线程也可以处理 但更好的选择是单线程 加异部IO 单线程加异部IO 然后要做这个异部IO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词没有 在拍子里面做异部IO的话 就必须要先知道一个东西 这东西叫斜程 这个情况吗 斜程 没讲是吧 好 稍后来讲 讲爬程的时候来讲 好 或者我们把叫做微线程 它叫微线程 或者叫微线程 它是一个线程里面 可以分出多个相互协作的 子程序 微线程 好 一般的叫它斜程 斜程 好 这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思路 然后咱们的RADIS 也就这样的 单线程一部IO 所以性能特别好 RADIS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 在20 大概在2008年的时候 2008年的时候 一个叫 一个叫 叫什么 叫席尔瓦托 圣菲利普的人 然后他当时 做了一个网站 叫loglog的网站 叫这个名字 这个网站 现在已经被迁积成一个 GitHub上一个项目了 他做了一个网站 专门处理日志的网站 叫loglog 但他不是写loglog 他是LLOOGG 就两个log嘛 这个词 大家都认识 这叫日志 对吧 这个 这个在英文里面 是原木的意思 原木 但在咱们这 都叫日志 在咱们这个行业里面 这个词翻成叫日志 就是你服务器的运行的过程中 我用这个日志 可以记录服务器的运行状况 比如谁反问了我 这里出没出状况 对吧 我都要记录下来 这叫日志 然后他当时做了一个网站 叫loglog的网站 叫LLOOGG的网站 这个网站 现在应该访问不了了 但是这个域名还在 它是变成了一个 GitHub上的一个项目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 应该是一个 LLLOOGG 嗯 嗯 反不了了吗 那不是.com的吗 .org记得吗 都不是哈 我这是叫这个名字 LLOOGG.com 好 然后当他做这个网站的时候 他就发现 他最开始用的数据库 就用了MySircle 他用了MySircle 他后来发现哈 怎么优化MySircle 整个网站的性能 已经遇到瓶颈了 上不去了哈 怎么优化都不行了 于是他就想 干脆我自己搞一套数据库 然后把这 把这经常用的数据 都给扔到内存里面 哎 这样性能不就上去了吗 于是他就自己写了个 叫Redis的东西 啊 呃 我跟你这么说嘛 如果 如果你在国外 如果你生活在高福利国家哈 你如果就是 你就算不工作 就在家里整天搞点自己的兴趣爱好 你也不会饿死的 而且你还活得比 可能比很多人都好 那这种话 你也一样会很厉害 不是欧美的成员 真的比咱们厉害多少 他们有更多的时间 愿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差别在这个地方 懂了吧 所以以后有机会 不要搭在这个地方 往外走 真的 尤其在你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结婚生小孩之前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出去 你可以往外走 好 他把这个叫什么呢 他这个名字叫 他叫remote remote dictionary dictionary server 你看吧 所以最后叫Redis R-E D-I S 看到了吗 叫remote 远程的 字典式的一个服务器 所以后来合在一起 就叫他Redis 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就发现 这个性能就好了 就上去了 后来他就把这个东西 放到了Github上面 他把这个项目就扔到了Github上面 最早的版本扔到Github上面 结果后来一上线之后 很快 大家就发现 我这东西真牛逼 对吧 这东西真好用 然后后来各大网站就开始陆陆续使用这个东西 然后Github自己都用了这个 然后后来Github 什么什么那个什么推特那些哈 都开始用他这个 包括那个什么YouTube那些啊 都开始用他这个东西 然后国内 国内你叫他出来名字的 比如说新纳 比如说腾讯 腾讯 然后什么 什么百度哈 百度 什么优酷 土豆 小米 美团 那个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什么什么 违评会 你叫得出名字的 你经常上那网站 基本上 包括阿里巴巴 都用了他这个东西 都用了他这个东西 这东西确实厉害了 这个东西很很很牛哈 好 用了他之后 你可以让你可以给你的网站的性能带来质的飞跃 带来质的飞跃 好 然后在在Ready是问世以前 有一个东西用的很多叫Memcache的 他也是跟 他跟Ready是的功能差不多 做的是能做的事情差不多 但是呢 Ready是 就是啊 他的性能上跟Ready差不多 他现在也很牛 也很厉害 但是Ready是能做的事情更多 Ready是不仅性能好 而且功能还强大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慢慢就没人用了 大家都基本上就用他 用这个Ready是 所以基本上你现在叫得出来名字的网站 基本上都用到了这个Ready是 都是用了Ready是的 所以这个技术你肯定要学 而且我们做做项目 也得把它用上好 来优化你网站的性能 好 Ready是能做什么呢 Ready是最主要的能干这么几个事 第一个 给你的网站提供高速缓存服务 什么叫高速缓存服务呢 就是把你常用的数据啊 经常用户经常访问的数据 就不要放数据库了 把用户经常访问的数据 从数据库搬到内存里面来 你想想 读数据库快 还是读内存快啊 很明显读内存更快 对吧 把用户经常用的数据 搬到内存里面来 当然 有同学说了 能不能把数据库的东西 全搬到内存 那得看你内存照不照得住 对吧 所以 咱们Ready是里面一般放什么呢 不是什么牛屎马分都 扔到Ready是里面啊 Ready是里面一般就要放 我们把数据啊 分为冷 我们把数据可以分为冷数据和热数据 冷数据和热数据 冷数据则是不经常用的数据 对吧 就是不经常用就是冷的嘛 不经常使用的数据 经常使用的叫热数据 对吧 好 那么热数据 尤其是体量不大的热数据 就是这个数据量不大 而且不经常 不会经常发生变化 而且它还很重要 随时都有人来访问它 这种数据 是不是就最适合直接放内存 直接放在Ready是里面 做成剑子对 因为剑子对 访问起来快呀 对吧 所以Ready是最适合做高速缓存服务 好 这是它的一个用途哈 好 让Ready是里面 它的功能很强大 它里面有很多种数据类型 比方说你要做一个什么网站的什么 大型网站的什么实时排行榜 你要做那种排行榜功能 有些网站是不是有全网排行榜 对吧 那是那种就玩游戏的那种网站 反正我多 很多年都没玩过游戏了 已经借了很多年了 回忆的兴趣爱好 象棋 过完年也借了 这 这就就 你给你不是你 啊 打麻将打麻将 我的这个好像好 好多年都没玩过了 没有兴趣爱好 基本上基本上就没有兴趣爱好了 而且你看跟朋友也不联系 原来还经常约着吃个饭唱个歌 打个牌对吧 现在现在什么 你到了这个年龄之后 你你你你 有时间我就想到要带小孩玩吗 我不会想到先约朋友 我一定想到我带小孩去玩 我带小孩 所以你不会想到这个事情 你干嘛 现在现在我朋友也不跟我联系了 一一年一年 我最多收到两条祝福短信 还是来自于10086的问候对吧 所以哎 假如你到了我 是不是也会这样的哈 很有可能也会这样子 好 然后实时排行榜哈 你 但是很多游戏里面 是不是有那种全网实时排行榜 这个东西哈 啊 这种东西 哎 瑞迪斯也可以做 而且用瑞迪斯非常的好做 非常好做哈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点赞哈 投票点赞那种哈 什么投票 点赞类型的那种东西哈 好瑞迪斯面 那一致就有东西能支持他 做起来非常的方便哈 非常方便 然后包括你看 你要做那种 还有一个就还有还有还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哈 叫做什么呢 消息对立 叫消息对立 将来要优化你的网站哈 一个是使用高速缓存 另外一个就是使用消息对立 这个也是瑞迪斯 能做的事情 所以瑞迪斯哈 瑞迪斯他能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他不仅性能好 他能功能还强大 能做的事情非常多 所以今天啊 基本上大多数的网站都会省到瑞迪斯 好 就算不用他也会用类似的东西 也是 也会省类似的技术 所以这个东西是你肯定 肯定很值得去学习的哈 我们上午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装上了 然后服务也跑起来了 我说了装的话呢 你可以用YUM因斯多去装 但那个装起来的 它不是最新的版本 所以呢 我们选的是原代码构建 对吧 这是先去官网下压缩包 解压缩解规的 然后构建 make and make install 对吧 将来安装的 对吧 好 好 装上了之后呢 有这么几个命令 它有一个服务器命令 叫Redis-Server 还有一个客户端工具 叫Redis-Client Redis-Client 就是Command-Line 这是服务器 这是客户端 好 然后这个起服务器的 我们上午说了 起服务器后面 可以加参数 对吧 如果想改端口 减减Port 因为你不16379 改1234 可以改 没问题 设密码 require pass 给你设个密码 然后比如说 我们说了 Redis里面 它虽然是把数据 放到内存里面的 但是如果想把数据 长久的保存起来 你下次再重启服务器之后 你缓存里面的数据 你Redis里面的数据 人家在那 你之前放的键子段 还在那 它可以做到 它有两种保存数据的方式 默认用的叫RDB 我稍后来给大家介绍 它默认用的叫RDB 它还有种方式叫AOF 所以如果你要开另外一种方式的话 你也可以加参数 另外一种方式叫Open the Only File 它叫做减减Open the Only 是成Yes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 在启动它的时候 可以加参数 加参数 来修改这个配置 来改变默认的配置 然后如果你不想这么弄 其实都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你在起服务的时候 你可以去指定个 后面跟一个配置文件 跟一个配置文件 把配置文件跟在后面 然后它会去读 这个配置文件里面的配置 然后来启动你的服务器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配置文件 来这么一起看一下 咱们先退出来 看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你看那天咱们装Redis的时候 下了它的原代码的 对吧 就这个文件夹 你们到底还在对吧 这个文件夹 咱们进去看一眼 cdradis 5.0.4 来进去看一下 来你看 注意看哦 这个里面 是我们构建安装用的原代码 对吧 这东西 来请看 里面其中有一个文件的名字 叫Redis.config 看到这个文件了吗 找到了没有 Redis.config 来咱们打开它看一下 用VIM来看吧 VIM Redis.config 来 注意看哦 VIM Redis.config 来回车 来你注意看 打开之后 这个配置文件非常的长 非常长 有一千多行 有一千多行 但里面大量的都是注释 里面大量都是注释和说明 它来告诉你 这个文件是怎么配的 这里面这些配置有什么用 好 这个配置文件真的写得很漂亮 它把里面很多知识都告诉你了 你看它会告诉你 包括 包括它怕你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静置这些单位 它把这些都告诉你了 看到没有 一GB是多少 然后EMB是多少 都告诉你了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文件 咱们看一下这个文件 来注意看 咱们看这个文件 来往下看 咱们往下翻一点 这个文件 你看现在加了警号的部分都是注释 咱们往下看 你看这里有个这个 这里有个bind 这就是你要把Redis绑定到 哪一个IP地址上 127.0.0.1是不是指本级 指本级对吧 你要把Redis绑定在本级 就用这个哈 做上默认的配置 然后你看底下就可以改端口 来看这边 这里是不是端口啊 看这 92行这里就可以改端口 所以你要改端口 是不是也可以在这改啊 在这改 改端口哈 改端口也可以在这改 然后你再往下看 比如说你要设那个超时时间什么的 也可以在这设置 比如多久连不上就不连了哈 然后还有什么保持连接的时间 你看这个叫demonize demonize什么意思 demonize 要不要做成守护进程对吧 demon啊 忘了吗 又忘了 要不要做成守护进程 你看后面还有日志文件的位置 还有 你看这有个叫database16 databases16 这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意思啊 我们我们一打开Redis 他默认帮我们开了16个数据库 他默认已经帮我们建了16个数据库了 我们可以用这16个数据库来放不同的东西 他底下默认就帮我们开了16个数据库 待会我带大家看哈 然后你可以把它改成32 64 改成8 改成4都可以哈 哎 改这种数字 不要改的这么无厘头 77 39 来不了哈 都是2的多少次方哈 咱们是用的 咱们是搞计算机的哈 计算机用的2净置 你在写这些数字的时候 你看啊 包括前面的这个 这些缓缓存那个缓存的对列的大小 像这种 什么这种都写的什么511 都是2的 要不是2的多少次方 减1 要不是2的多少次方 对吧 你不要去写一些无厘头的数字哈 这样的话一下就漏气了 对吧 你看你看你 你将来如果 比如你设个缓冲区 比如说你 比如说我在类层面开个缓冲区 开多大呢 比如我开2048 1024 别一看到 哦 这是程序员 你写个什么719 357 这都来不了哈 这都来不了的哈 那瞎写的话 就当场就弄秀了哈 好 然后这边就是 他会自动保存数据 你看这一组 这组配置说的什么呢 如果在60秒的时间内 有一万个见证段发生了变化 他就会自动做一次保存 如果在300秒的时间内 有10个见证段发生了变化 他自动把你做一次保存 如果在900秒的时间里面 有一个见证段发生了变化 他就会自动做保存 他会自动把你保存数据 好 然后底下还有其他的持久化方式 你看保存数据的文件 保存数据的文件名叫 dunk.rdb 你看这是其中一种方式 叫rdb模式 对吧 用rdb这种方式来保存数据 好 所以你看这就是 这就是那个配置文件 咱们找一下 咱们搜索一下 咱们上午 是不是还配了个密码啊 如果要改密码 也可以在这改 搜索 搜索这个文件 怎么搜索还记得吗 搜索怎么搜索 vim里面要搜东西 命令模式 你还按斜杠 进末行模式 然后书你要搜的关键词 咱们搜require pass 对吧 改密码是用这个 require pass来改 咱们看有没有这个 来回车 这是第一个地方 n往下搜索 来请看这个地方 默认有没有密码 默认没有密码哦 然后如果你想搜密码 说把这个警号去掉啊 把这个警号去掉 后面这里就是你的密码 比如你把密码改成 eqaz 2wsx 在这改哈 在这改 警号去掉 后面改你的密码 好了 我就不改了哈 改回去 好了 这个配置文件很长 但里面都是注释 它是为了让你知道 这些配置有什么用 所以你看 将来你也可以自己写个配置文件 来假如说 咱把这配置文件改好了哈 你看我回到 我回到用户主目录哈 现在我要起radis 我可以怎么起呢 看哈 我可以用radis-server 后面跟上配置文件的名字 你看我的配置文件 是不是在radis-5.0.4 这个目录下 有个叫radis.config文件啊 来请看 我也可以这样起radis 后面跟上配置文件 然后或者再加个重点项 输出重点项 在后台运行 这样也可以起radis 所以将来你起radis 可以直接用你的配置文件来起 也可以直接在那写减减port 减减 是不是requirepass 来改列参数哈 所以两种做法 哪一种都行 这个听明白了吗 起服务的时候 好 后面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改配置哈 也可以直接读配置文件 好 如果想把日志输出到一个文件里面 就来个重定项就行了 好了 如果后台运行 是不是加这个 加按的符号就行了哈 这是起服务器哈 好 客户端就简单了哈 启动客户端 或者叫命令行哈 叫命令行工具 起客户端的时候 我说了 如果就连本机 就连6379 是不是直接回车就行了 radis client直接回车 如果改主机就减A去 后面写主机哈 主机地址 主机的IP地址 你要连别人 就要写主机IP地址 好 如果端口不是6379 叫改端口 减P改端口 如果人家设了密码 你想在这输密码 一般不建议在这输哈 想在这输叫加减A 但一般都不建议在这输密码 好 然后先进来 进来之后 就会看到你连 你连上去了哈 看到什么 看到个大于号对吧 前面是你 你的主机 你连上去之后 咱们看一下 你连上去之后 前面是主机 主机冒号端口 对吧 然后面 这个后面 你就可以开始 敲你的命令了哈 这就可以敲你的命令 这就可以敲你的命令了 好了 如果要输密码 就用Auth 对吧 输你的密码 输你的口令哈 好 然后如果你要检测一下 到底服务器连上了没有 可以用拼碰对吧 可以发心跳事件哈 拼 你来个拼 那服务器如果回你个碰的话 就连上了哈 这个叫心跳事件哈 好 这就是我们上午讲的东西哈 来 现在把服务器 现在把服务器提起来哈 然后连上来 好 连上来 我们再说下面的事情哈 好 III 谢谢大家